那么到现在为止 咱们到现在为止 咱们就写了一个程序 写了一个python 这个程序让python来充当服务器 它接收客户单的请求 接下来是不是给它返回了一个固定的页面 到现在为止咱们就写这个程序 那么其实呢 我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我把这个程序引起来之后 对吧 我打开浏览器 它用端口依然是789的 走 我不管防卫什么请求 什么你看dl stml它每次都给我一个固定的页面 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一点用了没有 专门了接下来干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访问的是indexedtml 你给我一个这个的页面 如果你要是访问的login login 你给我的是login登录的页面 如果你要是给我的resist的页面 那么请问 接下来我是不是看到主页登录页 是不是还有注册页了吧 这个就是注册页面 那么就更捐了吗 那么咱们又没有学前端 咱们又不会写这个页面 那么数据哪来的呢 我再给大家的课件里边 是不是旁边有一个压缩包 没错吧 把你的乌班图注意看 把你的乌班图的虚拟机对小化 当然你通过ssh拷贝 你通过ftp上传 你通过往里边拖 这几种方式都可以 目的只有一个 你把这个压缩包 扔进去 松 进去了 听懂意思了吧 扔进去之后 那么这里边会是什么呢 这个压缩包 你直接找一个地方把它放进去 咱们接下来写程序 是都是在哪个路径写的呢 看一下pwd 咱们的路径 在一个叫做 加募录下的 python下的 desktop下的 桌面下的 这个下的09里边 就桌面下的 这个里边了 09里边 没错吧 接下来你把这个压缩包 扔到你刚刚写代表的地方 放进去 接下来把它解压 双击呢 就应该解了 双击之后 就是用了图形化界面 有个提取 用onvip 是不是也可以解压 都行 这个时候呢 重点就不是用命令了 你怎么把它解开 就有一个目的 行了 点提取 贴哪呢 贴到当前这个路径 OK 点提取 好了 提吧 提取完成 OK 退出 关闭 退 看 旁边是不是多了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边是什么呢 点开看看 这个文件夹里边 全部都是html一面 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你刚刚看到的amaze文件夹 那么这里边 就是接下来咱们用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模板 等到咱们大家再去学前端的知识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页面怎么写 但是咱们这个时候能尽管用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颜外自己是什么呢 浏览器将来去访问index.stml的时候 我让我的程序打开这个文件夹里边的index.stml 我找到i的哪了 i的哪了 什么时候放的图 来搜一下 index.stml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找到了 应该是他 没错 好 那么 这个里边有什么东西呢 你双击 你可以去看看 双击是不是打开了这个页面了吧 什么意思呢 你 刚刚我给大家的这个页面里边 这里边的09里边的stml里边的 这里边一定有个文件叫做index.stml 你看index 大家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个交易 index.stml了吧 把这个页面里边的数据拿出来 充当body 返回给浏览器 浏览器就可以显示个页面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啊 就这个意思 你所有的stml里边的数据都当做body hider 还是咱们写那个stv-1.12 那个200 OK 听出这个意思了吗 还是写那个hider 只不过记下来吧 什么意思呢 明白啊 用户要的是这个 我让我的python程序打开这个文件夹里边的这个 把这个东西读出来 然后发给浏览器 浏览器去显示 听懂了吗 一个网站其实就是这么多了 最简单对核心就这么多了 对吗 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说呢 我只要一个目的 你访问的 你访问了e-dex的指标 我将来把e-dex的指标的东西给你放下 你访问的是这个叫做这个 什么help system 一个系统帮助的一个页面 将来就把这个打开 听懂了吗 还是在原来的代码的积数上进行升级 是你的话 你会出于哪些目的来去做这个东西 三分钟给你通知之间讨论 接下来就开始讲